2018年8月,我接到一封信 是一名台湾的花艺师Nana 要到韩国办展 办展的地方叫做Bear Café 正好是我采访过的店家 这里原本是个很美的韩屋 专门出版生活风格书籍的出版社Design EM 把这间老韩屋改造成多功能的空间 卖咖啡,卖书 也定期举办艺文活动 台湾女孩Nana曾经在舍我住过一段日子 她用花的各种姿态 把那段日子带来的火花 幻化为作品 2018年12月 她在Bear Café展开围棋四天的展览 跟着我一起去看看开幕当天的情况吧 不管是好的或者是不好的 其实我都没有刻意地去改变 而且把它记录下来 所以这些东西都自然而然 让作品成为了意想不到的样子 那甚至也可以让我成为了 就是自己没有想到的样的人 这些东西简单的介绍 我希望这里的每个朋友都可以享用 我们今天准备的甜点跟饮品 在这个环境里面度过很好的一个夜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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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他们自己新手做的 很可爱 然后里面有筋膜之外 还有小花瓣 Make it very dry here 空中床上 你懂嗎 真的吗 谢谢nana的邀请 讓我度過了一個美好的夜晚 覺得這支影片不錯的話 麻煩幫我按個喜歡並訂閱唷